怒念对方也超度不了 因为我们是个凡夫 然后要绝对的相信佛的力量 不要加入自己的傲慢 或是自卑 一点都不能怀疑 这是佛的力量 我把圆满了佛的力量 念哪一个咒就是哪一个佛 来融入痛苦的众生 自己也非常 也融入在众生里面 希望佛也度我 所以因为这个才叫消除我慢 把自己这个我完全的舍弃 所以这样来念佛 这样来诵经 还有一个我必须跟各位强调 要么你不要看经典 看经典你要百分之一百的接受 千万不要跟经典讨价还价 很多人说那是地藏普照 我没办法 那你讲这句话太不负责了 太保护自己了 所以因为我们要把佛的力量 要把佛的语言 要把佛的心 透过你去供养众生 去供养爸爸妈妈 所以你必须要这样子承担 我们能做到的 依教奉行 特别是佛的经典 所以不看是不负责任 因为我知道的少 我就不用做 所以看是一种责任 所以法菩提经要去做 更要读诵大乘 更要推广 就像各位刚才在问翁阿宏 我认为不是坏事 但是不要上瘾 不要上瘾 我在修这个法 修到有一点成就 所以那时候忘了众生苦 那是不行的 不要把大惩罚 当作个人的消遣 成就 因为我发现 人如果有我慢 我指他很容易 特别我在外面跑 认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出家人 我也一直在观察 往往很多人都很喜欢 显现他的好 或者寺庙盖的大 或是信徒多 或是哪一刻他专业 因为真正的菩萨 完全站在利他 没有说我是哪一宗哪一派 因为是你要给 你要什么 我必须为你而显现 而不是我给你什么 我给你什么 然后还有一点 我还有一点我在传我的法 那不是在传佛陀的法 佛陀的法是纯粹利益众生 对方需要我怎么 我就显现什么 需要讲什么 我就给什么 他是应激施教的 而不是说我给你什么 所以当然各位就了解悲心的抑郁在哪里 所以就像一个医生 病床上躺的是他的妈 他只能用他生命的力量救他的妈妈 我们救了还不是这一辈子的肉体 我们还要救他累劫的生命 不要再去轮回 以这样来对待每一个生命 所以当然就我们来讲 就必须要很认真很精进 去了解一切 所以各位可能至少做到一个 不用人家提醒的人 因为至少这是你的责任 我不干扰别人 做什么事情都不用人家跟我讲 这个叫自觉而有 我一切都要如理如法 不需要别人再讲我 所以这一点要非常小心 但是别人愿意讲你 那是我可以给你顶礼 我居然没有察觉到 我有这个烦恼习性缺点 因为你已经在尽力达到自觉 不然你不能觉得 所以我这样说 这就是我本身心里的态度 但是表现出来是柔软的 可以平静的 笑笑的 但是内心 我们叫言以律解 宽以待人 当然各位在这种立场 因为各位称之我叫师父 所以我就有那个绝对的责任感 要告诉你 问题在哪里 特别是出家人 当然在家居士 我是非常随喜 但是也非常担心 因为我看到他有他的执着 虽然做了一点善事 但是未来的苦 怎么办 因为你自己都不相信因果犯 那我要保留这个缺点跟业障 那都恐怖的事情 没有人这么笨的 我们修行 就是我去医院保健康检查 你没保健康检查出来 我还告你了 我花这么多钱 但是居然有人在复偿自己的缺点 那就那不是很愚痴吗 所以因为我们不能看现在世界 漂漂亮亮风景很好 这都是假的 包着唐衣的外表骗你的 所以世界很苦 苦得不得了 就像你现在看着不错 明天来个大地震 包括我们都全部充实 这样 你要时时刹那刹那看到他的 那一面 这叫真相 实相 实相是什么 是虚幻的 要这样来看世间 那各位必须学这个 不然你生不起大背心 眼前这个总经理 这个董事长 这个美女 这个世界最有钱的人 你看到他 他完全不会去羡慕他那些东西 只能可怜他 不知因果 不知生死 你要全然的 当然我们对弱者容易起悲心 但是对这些强势者 你不容易起悲心 因为你被他的外表骗了 所以 当然就念佛的人来讲 这个老菩萨八十岁的 反而他比较容易念佛 因为他放下了 他离净土就近了 一个十八岁的女生 这可惨 可惨 你没办法跟他讲 你没办法跟他讲 但是没办法跟他讲 还是要跟他说 这不能客气的 就像我每次问 还没结婚的 举手 不要结婚 会痛苦的 他爸妈只看我而已 你怎么讲的 不然我讲什么 讲假话 你去结婚吧 因为他势必结婚 势必受苦 你还是要提醒他 因为这是我们的责任 当然讲的 比较幽默可以 但是点还是要点动 不需要浪费那些时间 去外面搞那些 五四三二一 赚多少钱有意义 读所导世间的书 有意义 所以 这个还是要讲真话 甚至各位要经常 想怎么办 你要一直想他 那佛教讲的不是 想一个人 我现在讲的不是 叫你去想你女儿 你儿子 而是想所有的年轻人 所有不懂佛法的人 怎么办 而生起悲心 而不断地为他们 祈愿跟回想 所以你不会间断的 不会间断的悲心 因为回想不完 不能笼统地说普度众生 然后那对周遭人又不好 那这个人没有在修 所以 大乘的禅修 绝对 百分之一百 完全利他 分分秒秒 所以各位所听到的任何一个法 都不要给自己来用 因为一切都是为了 你要抓得很紧 不然很多人 虽然讲大乘 都会入二乘的修行 当然修了再好 最多让他达到八地 但是还不是菩萨 菩萨 真正菩萨是九地十地 所以八地 只是一个菩萨的基本资格一样 那这些各位要求 要求 你不能说 哎呀 反正这个还久的 所以我认为 藏传佛教讲这句话非常好 叫一生成佛 这是一个理想 但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讲的是心态而已 心态 因为成佛一定要三大阿神奇迹的福慧圆满 要是在心态上做这样子的想法 来鼓励自己 可以 就像你参加某某冠顶 一定欺世成佛 你参加 一定要这样说 因为他是希望大家尊重这个法 这个叫方便说 所以 当然 如果一个人可以百分之一百的精进 那有可能 但是这个人一定是过去是已经修到补触菩萨 就像药师经说的 一个药师咒的功德 唯有补触菩萨可以相信 其他连十地都不相信药师咒的功德 不相信就是不相信 就像常有人在问我说 被放鼓怎么办 然后被怎么办 我说你药师咒 我们平常都念 问题你没有信心念也没有用 我们平常都会背了 但是因为你不相信 因为你不是补触菩萨 你不可能相信的 你一怀疑 那这个咒就变成平凡了 所以观音菩萨可以听一遍大悲咒 由初地变成八地菩萨 但是连八地都不究竟还要到十地菩萨 因为大悲咒 那我看大家都会背吧 但是为什么没办法体悟到观音菩萨那种情况 因为我们自己的信心不够 因为我们加入了我们的想法 我认为 我认为 所以我经常跟人家讲 佛陀认为不是你认为 够要告诉自己 我的想法归三宝 归佛陀 归阿弥陀佛 我没有个人的想法 一分一秒都不行 完全符合英国 要这样说 但是谦虚上来讲 谦虚上来讲 我个人认为 但是在我心里 这是佛的想法 这样而已 因为我不讲个人的想法 对我对各位都没意义 所以要承担 就像我经常坐在台上 后面是佛陀 我是代表佛陀在说法 我不能有意思代表我个人的想法 不然我就是在大妄语 欺骗众生 那我想作为一个菩萨 他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承担 为了如此 各位要精进念佛 读书经典 专心持住 这是自我的修行 要把这个东西 用在众生身上 用在法界 所以没有一个地方 不是你关心的地方 没有一个众生 不是你奉献生命的对象 但是用心 要很认真 不管对方是谁 就像他讲 金刚师兄弟 那更要保护对方 你要很认真 不然我发觉 出家久的 住在道场 斗来斗去 分派分系 为什么已经失去佛教的基本 悲心 自己的人都不关心自己的人 你怎么可能去关心别人 所以对方一定有缺点 但是这个缺点 我们全然的接受 但是我还要继续让它更好 各位要努力这么做 我这样说是道理 但是我们要改变 我们日常生活的习性 因为这个华人 大家的台湾人有这个习性 能跟人之间没有怎么整合 互相融入 那如果你不融入 你就是有个性 你有个性 那就没空性 没空性就不可能有大悲心 没大悲心 不可能蒸发菩提心 你要倒着来看 不是理论懂 而是你有没有真懂 这个人杀死你爸爸 你还是要真心的对待它 不能骂 哪一个国家或制度都不行 所以因为你一讲 那就舍弃对方 当然我们知道 世间一切法都不圆满 但是不圆满 只让我们去包容 去慈悲 而不是去对立 所以当各位禅修的时候 也可以讲反省的时候 就要每一点都去反省到 我想一个智慧的人 他就是有进步的空间 因为他时时刻刻在 在检讨自己哪里有缺点 一点都不能有 眼睛里面不能放下一颗沙 心里不能有一点烦恼 一时不软 那这样他进步的空间就有了 不然你会发觉 就像夫妻一样 他必须天天吵架吵架 对立对立 谁也不想改 你也不能讲我 我也不能讲你 那你不利用夫妻修行 你还要抵触他 那就浪费了 所以你最好聪明一点 天天讲我 让我有进步的空间 我就是利用这一点来出家 所以我希望公事也好 家里人 你们最好看到我 没资格出家是什么样子 我要做好 因为我只想做一个修行人 我学地藏菩萨 你可以看出哪一点 我不具资格 除了爱情 除了这些 你不要我出家 这个当然我了解了 但是我要找出我的缺点 所以敌人是最了解你缺点的人 因为敌人一定是聪明人 连敌人都要佩服你 那你就可以度敌人 化敌为友 降伏恶魔 连魔都要尊敌你 当然我们修行人 如果自己烦恼多 自私 连冤亲在主都看不起你 天天找你麻烦 所以 在这方面就是说 自己要敢 跪在佛前 愿诸佛 佛萨 把我打成肉酱都没关系 愿护法神 打死我都没关系 不要让我故意去犯错 所以你要有决心 因为没有决心 没办法 就像阿处如来 保舍如来 各位常听我讲 他们过去犯了多大的罪恶 包括本是释迦牟尼佛 但是他决心 重新来发心的时候 他不可能有第二次的过患 所以他称佛 所以我想 菩提心禅修 各位针对我这些内容 你加上你自己的 好好去想这个问题 看经典 那就是一种对照 我哪里没想到 我哪里没做到 所以我要看 念佛呢 那我要跟佛合为题 那持咒呢 我心即佛心 我真实在利益众生 不是我 就是说 透过我 把佛的力量来布施给众生 那么就开始在超度众生 所以不能不看经典 不能不念佛 不能不持咒 只是要做都要做到 要求自己一百分 那人的习性 就是不想要求自己一百分 所以我们出家人 每天要念消贡咒 我们没资格被完全被供养 因为自己不圆满 但是至少有这个惭愧心 努力去精进 所以当然修行是如此的 对自己如此 但是外表还是要永远柔软 亲切 因为什么 让众生得以 接近我 爱上我 跟着我 为什么 跟着法 不是你这个我 法 因为我们身上 我们受到菩萨界 就是要把佛陀的教法 让别人愿意从你身上而学到 所以如果你 当然九十九个跟给你 然后一个人讨厌你 你都还失败 为什么 你怎么可以讨厌我 我一定要去检讨 我哪里被你讨厌 我要改 千万不要 不惜得罪人 因为对方的错 这也是一个暂时的 虚幻的 当然佛教讲空性 各位有没有觉得 当你看到别人错 却把他当作真的 我要骂你两句 我甚至把你开除了 除非 你是用一个绝对的悲心 这是不得不用的方法 爸爸打女儿 那是为他好 这是一个悲心 而不是一种称恨 讨厌 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 所以不要随便造业 你不小心 情绪不好了 瞪他一眼 讲他两句 你又在造业 如果你是悲心 这个方便可以用金刚怒母 这是不得不用的方法 不然打不醒对方 你打不醒对方 他堕落地狱怎么办 所以优婆设计心说 堕一个人出家 不好好的去教化他成为菩萨 等于杀死五百个人 因为一个坏的出家人 会伤害多少众生 一个不如法的出家人 会让众生对三宝失去信心 所以很多人不收徒弟的 就这个意思 很难 所以我也问过我师父这个问题 我师父说 他当然知道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没出家人不行 尽量 你要找到真正的 能够赫丹路来家 发菩提心的出家人 这个很难 我想我们只能说 自己来承担这个事情 不要要求别人 不分在家出家 按照大乘经典 各种菩萨的经典 菩萨应该具足什么 就依教奉行 所以各位 你们不可能不知道 因为经典太多了 我发觉 有些人还是喜欢追人 自己明明经典摆在那边不看 到处去追人 跑道场 参加法会 就是找不到自己 所以我就说 一部地藏经 龙会贯通去做 你也成佛 还快的 何况各位又会心经 又会无量寿经 又有阿弥陀经 你还跑哪里去呢 这一点要抓住 依法不依人 不要依靠人 不要依靠别人给你法 这个时代叫法公开时代 这个时代是网路 任何电脑一按都是法 不像古时候 听也听不到 看也看不见 你也找不到解释 任何一个名项 一按下去都有 你要中文还是要英文 这个已经没有借口了 不像以前 所以时代变了 这是个福报 但是因为这样 有些人心里还是不踏实 不踏实 不踏实是东跑西跑 所以他也抓不到 什么是佛法 所以在这一点 法就在你心里 佛就在你心里 四圣体就在你身上 你要往内求 而不是往外 但是看经典 也是为了 让自己的心转变 好 所以我们就利用 很快的时间 把各位第三页 就很快的念一下 那我们印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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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书 特别是经典 那各位一定要看 第七 由如日以照明为用 第三页 月以清凉为性 菩萨以悲为体 智慧及才师 安乐于一切 大丈夫论 太美的名字 大丈夫论 各位最好拿来看吧 就好像太阳是以照明为他的用处 月亮以清凉为他的本性 所以菩萨要以慈悲为体性 大悲为体 诸佛菩萨以大悲为体性 那有大悲为体性 要怎么样呢 要用智慧 金钱 这个叫法师才师 安乐于一切 所以各位发普利心 不要再存太多钱 因为这个钱会让你傲慢 就觉得很安全感 反正有钱嘛 就算师傅叫我走 我还有钱 我租个房子 住总没问题 买个车子跑 可以 所以因为有钱嘛 所以各位要把这些 什么叫智慧 以慈悲想帮助别人 你就会开智慧 就是我这句话 就像我现在坐在这边 跟我讲 我根本不知道要讲什么 但是我有一个悲心的力量 我想要让各位 赶快成佛 甚至离苦 那你自然会开智慧 如果你没有悲心 麦克风拿给你 你不会讲话 没关系 就开始念戏吧 我常常讲 你爱一个人 你可以跟他讲到天亮 就像妈妈给我们 念到天亮一样 这个是自然 这个叫自信流露 你千万不要说 我看了经典才跟你说 那那个你讲的是 跟你没有关系的话 这个讲话要用心传心 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爱 所以菩萨有这个悲心为体 自然智慧流露 自然有福报 你说我想帮助众生 但我没钱 那你没有悲心 你有悲心 你不可能没有福报 所以现在很多人修了 藏船到处借钱 缺钱 因为没悲心 有悲心护法神 一定帮你 所以各位这些经论 讲的是真理 第八 在家菩萨 住于慈敏 不恼害心 如何住 住就是不离开 慈悲 怜悯 不恼害众生的心 应修两种布施 就可以住于悲悯 不恼害心 一者法施 二者财施 出家菩萨只能做法施 又不是接近 因为出家人没钱 但是那是佛陀时代 不没钱 没钱 现在出家人可有钱了 这是一个福报 所以在家人也要有法的布施 你会的 你要尽力地告诉别人 皈依 为什么要皈依 为什么我要吃素 现在可以印太多的书 漫画 书籍 尽量去做 我记得我从开始到现在 就说 不知道有没有人 会拿着我们的漫画书 走到捷运站 十字路口 来来去去那么多 十个愿意 一个看就不错了 你把书藏在讲堂里面 什么时候人家来看 你要把书放在十字路口 亲切的眼神 告诉他 这本赞 看下你的话 你要超多吗 你有堕胎吗 别总经 你要漫画还是要白画 还是要印得好看的 还是要绣真本 我们现在产品都准备好了 就是没有业务员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要去做 还要用钱来印 用钱来帮助 大宝基金 各位一定要请回来看 你想成佛吗 大宝基金 第九 转女生经 各位更要看 如何转女生经 转女生经 菩萨成就事法 能设菩提 亦能增长 不但能够保持菩提心 还能够增长菩提心 这是在家 特别是女人 一 恒欲利益一切众生 永远 欲不是欲望 是一种意愿 我要利益一切众生 你就不是女人了 第二 常当慈心 敏诸众生 众生大家努力的要命 一直在 想要快乐 一直在造恶业 所以永远应当慈心 如何让众生离苦得乐 来黏敏所有众生 各位这个是你要观的 观修 因为很多人喜欢观修 不知道大乘佛教 就是圆满观修 只观双云的宗教 还要化为行为 但是人总是觉得 这个太简单 这个什么观修 你要透过观修去实践 然后你才有行为 就像说 今天这个法会给你办 你要去想 要准备什么 要准备什么 要哪里找人 对不对 就是这个意思 大乘的观修都以利他为主 而且这个观修 都有产生实际的功德 而不是一种空的观修 第三 当以大悲 度托众生 是要升起大悲心 要让所有众生 脱离苦得乐 乃是脱离轮回 乃是往生净土 四 坚固精进 具足一切佛法 在家 女人 女生 坚固精进 具足一切 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的方法 所以一切东西都要学 但是不要偏 我属于哪一宗 哪一派 我属于哪一位法师